两岸服贸协议引发争议 总统马英九就邀请了学生来对话 国民党也提出了 也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就是让服贸协议重回委员会 而国民党团就提出了四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回归逐条审查 而第二就是由王金平院长主持 第三场合布局 而第四是针对民进党签字 同意不阻扰 而对于此事 民进党立委段一康则认为 可以退回委员会审查 但必须是蓝绿各省一半的法案 不过表示王金平院长不能主持 只能协商 也对于要民进党签字 不同意阻扰这个部分 有意见协商会不会出现转机 还是未知数